如果你是90后 有一个姐姐 两个妹妹 而且都是亲生的 是怎样的体验 我是阿莲 物理老师一枚 这是2016年 我们一家人 在鸭路江畔的合影 2012年 父亲的生意不顺 索性就卖掉了 家里唯一的盟站 想拼上自己的运气 谋四个孩子的未来 结果 像大多数的故事一样 父亲的生意再次失败 这时候 老三和老四还在中学 我刚刚考上大学 所以我的大学生活 没有了周末的聚会 夜晚的烧烤 我的第一个学生 只比我小了一岁 我的室友很少能够见到我 因为我不是在给学生上课 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 就这样 四年的大学时光 我帮着父母 为两个妹妹 凑足了学费 也交上了房租 虽然才毕业四年 但是从大一算起 被教老师已经八年了 现在的我在抖音 直播教物理 我希望和我一样 普通家庭的孩子 可以通过我的直播课 燃起对物理的兴趣 对生活的希望 虽然前路漫漫不可知 但愿你我生活化成诗